电视台 竟在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 爱护生命卡通动画系列 有位名叫刘恒的图护 每天都会宰杀猪羊 一年下来 死在他刀下的猪羊 无计计数 快按住他 去把揭血盆拿来 刘大哥好刀法啊 难怪谁家要杀猪咋羊 都会来找您呢 还好了 干了这么多年了 都很熟练了 刘师傅啊 你哪天有时间去我家 帮我把家里那只羊也杀了吧 今天没时间了 明天要去王大叔家杀猪 后天还要去赵大哥家 这样吧 大后天我去你家吧 好的那谢谢你了 刘大哥喝点水吧 谢谢 有一年 有一年接连下了几场暴雨 河水暴涨 浊浪透天 气势飞着雪 不在锅中的小船 经不住风风巨大的冲击 往往都会 早的不漠之灾 传家 今天还不能渡河吗 是啊 你也看见了 接连下了这么多天的大雨 河水暴涨 哪里敢渡河啊 我这小船可经不起这么大的风浪呢 哎 这雨还样子 不是一时半刻就会冲 河面上浪那么大 要是出船的话 是很危险的 嗯 对啊 前几天就有一艘渡船被浪打翻了 船上十几个人 全掉进河里 后来怎么样了 有把那些人救上来吗 没有 浪那么大 谁敢下去救啊 这时 游恒看到浪里的热雨神 紧紧抱着一只残酷的船脚 拼命地在浪花里挣扎 呼救 啊 你们看 那是什么 哎呀 好像有人落水了 还是个女的 救命啊 快救救我 哎呀 这样下去 还一个女人可支撑不了多久的 要快点把她救上来啊 是啊是啊 船家 麻烦你下船过去 把她救起来吧 别开玩笑了 别开玩笑了 这么大的浪 我的小船怎么可能滑得过去呢 搞不好人没救上来 连我自己的命也赔进去了 船家 你怎么能见死不救啊 要救你去救 我把船借给你 我可不敢在这种天气里 驾船滑到河中 可是我不会划船啊 别看我 潮念在河上行船的船家都不敢过去了 我就更不用说了 哎 我们不是不想救她 只是太危险了 嗯 你们这些人 还算是男子汉大丈夫吗 哪有见死不救的道理 你们不敢去救 那我去救她 你要小心啊 避开那些风浪 否则会被掀翻的 我知道 救我大哥 快救救我 你要撑住啊 我这就过去救你 不好了 大浪来了 小心啊 刘大哥 小心啊 快转方向 避开那个浪 快啊 快啊 温暖驾驶的小猴 虽然仅次陷陷风的船 但他中秋 还是将那位落水的货 救我轻而 快抓住船桨 我拉你上来 抓紧着 谢谢您 大哥 真的很谢谢您 啊 你怀有身孕啊 这位大哥 多谢您出手相救 要不是您 我和我父中的孩子 今天可就要死在这条河里了 您可真是好人啊 不客气 你母子平安就好 我肚子好痛啊 不好了 他快要生了 快 快把他送到产婆家去 肚子好痛啊 不知道是否平安 生了生了 是个男孩 母子平安 多亏您及时嫁出完去把他救了上来 否则 后果不堪是想啊 老刘这一出手 可是救了两条人命啊 是啊是啊 老刘可真是了不起啊 俗话说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 老刘功德无量啊 没什么 这没什么了 按理说行善事得善果 这是不变的定律 可是在刘恒救了那位孕妇后一个多月 竟突然生了病 一直卧病在床 刘大哥 我听说您生了病 所以买了许多上等补药 您吃了一定会康复的 这太谢谢您了 你坐会儿吧 我去给你倒茶 不用了 刘大哥需要休息 我就不打扰了 刘大哥 我先告辞了 好的 你慢走 再见 我送你 嫂子 你一会儿赶快把这些药 给大哥煎好 他吃了以后 一定会康复的 刘恒的妻子 每天都给他熬煮汤药 可是刘恒却嘱咐妻子 为自己安排后事 哎呀 你怎么下床了 快上床歇着吧 我把汤药煮好了 我不是说过了吗 不必给我煮什么汤药了 我这病是治不好的 你还是赶紧给我安排一下后事吧 啊 你怎么这么说啊 看你现在虽然生了点小病 可还不至于要安排后事啊 哎 你不知道啊 我肯定是活不久了 前几天晚上 我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 梦中 我似乎来到一座大殿门前 判官带我进去 你跟我来 看看这本书 你这一辈子杀戮无数 造下种种恶业 本当在今年某月某日死去 转世为诸 后无事都要受屠宰之刑 幸亏你救了两条性命 总算做了一次大功德 根据阴间的法律 就豁免了转世为诸 受那无事屠宰之苦 如今 你的死期将至 恐怕是人不明真相 怀疑说你做了这么大的一件好事 怎么反而早死 因此特地把你召来 把这些原委讲清楚 让大家知道这其中的室友 你这辈子的因果就此了结 下辈子努力从善 不要再杀生了 现在你明白了吧 所以 无必再为我熬煮汤药了 还是准备我的好事吧 后来 刘恒竟然真的如期死去 神明赏发分明 因果丝毫不爽 一个人的命运 总是按照他几辈子造像的行为 做综合计算 不要因为有些事 还未表现出因果关系 就以为天道不知 只是时机 未到而已 杀生造业遭报应 诗经功德互回扬 民国初年 西安城有一位为父不神的苏姓富豪 经常仗着欺人 杀生有数 毫无一点善良之心 老东西 快滚 苏老爷 你不能把我家的那块宝玉拿走啊 那可是我家的传家之宝啊 老东西 你签了我的钱 就要拿东西来抵债 苏老爷 我求求你了 那块玉可是我的心头肉啊 放手 快放手 你再不放手 别怪我不客气了 苏老爷 求求你了 你们两个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给我教训教训这老东西 老东西 你快放开手 快放开 你这个老不死的家伙 给我用力打 老爷 不好了 他死了 死了 没事的 警局里 我有人脉 到时候就说他 是自己不小心跌倒摔死的 对 对 老爷 您有钱有势 这点糟事 一定能摆平的 这位罪恶雷雷 背负众多杀业的苏富豪 最终得到了报应 他在晚年的时候 竟在厕所 跌倒而淹死的 你在这里等着我 我去上厕所 好的老爷 不好了 不好了 老爷掉进厕所 淹死了 苏富豪 苏富豪死后 他的儿子苏仁钦 接管了苏家的产业 他和他父亲的行件 完全一样 而且 他为了贪图口腹之余 经常肆意宰杀动物 你们尝尝这道菜 这是猴脑 是在猴子活着的时候 就将其脑子取出来 料理的佳肴 哎呀 这实在是太残忍了 这算什么啊 你看这道愚蠢 要做这么一道菜 就要宰杀几十条鱼呢 哎呀 宰杀几十条鱼 对苏兄来说 算得了什么 苏兄家财晚贯 这几十条鱼 能吃多少钱 话不能这么说 钱再多 也不能为了自己的口谕 滥杀无辜啊 这样是会遭到报应的 又提起了你的那套 报应理论了 我也不相信这世上 有什么因果报应的 苏兄 话不能这么说 今生行善积德 来世才能获得荣华富贵 如果今生滥杀无辜 别说来世 今生死后便会坠入地狱啊 哦 那你说说如何做才能算行善积德啊 放生 护生 或者施舍贫困 供养寺院里的修行人 这些都是行善积德的善事 要我放生 护生 那可做不到 如果不杀生 怎么能吃到如此美味的佳肴 但供养修行人 这点倒是不难 在朋友的劝售下 第二点 苏仁钦便捐钱请一卷佛经 供养安国寺的神经和尚 从那之后 苏仁钦依旧为了自己的口腹之欲 而肆意杀害动物 几年后 他生了一场大病 唉 医生 我先生究竟怎么样 他已病入膏肓 我无能为力啊 医生 求你一定我救救他 不好意思 我真的无能为力 你们不要过来 不要过来 你们别过来 不要过来 老公 老公 你怎么了 我 我看到了好多动物 向我索命啊 恐怕 恐怕我活不了多久了 当天晚上 苏仁钦就昏死了过去 他的元神来到了冥府 啊 阎王 难道 我已经死了 苏仁钦 你因前世行善基辅 今生富有多才 既然不知珍惜福德 为满足一时口腹之欲 任意杀害众生不可计数 所以 今天就捡你的福禄 将你盼入地狱 爬刀山 下游锅 偿还自己所造的恶业吧 阎王饶命 阎王饶命啊 你一生作恶 我怎么能饶你呢 阎王 我也曾经做过善事啊 生前我曾经捐钱 浅银卷佛经 供养安国寺的神经和尚 看在这件事的情分上 求阎王饶了我吧 真的有这件事吗 千真万确 我不敢说谎 求阎王宁熟了我吧 就在这时 阎罗殿里突然充满了花雨奇香 空中并缓缓降下一位和尚 足他千叶莲花 双手捧着一本经书 来到阎王面前 请问您是谁 为什么来到我的阎罗殿 我就是神经和尚 我应念诵苏仁卿大德 所送的这卷佛经 不断地学习佛法 最后圆满正果 所以请阎王慈悲 放他反扬 也让他有机会改过行善 阎王 请您念在我做过 这件善事的情分上 就饶了我吧 苏仁卿 你能供养佛经 从而让神经和尚 圆满正果 这功德实在不小 阎王 只有您这次饶了我 我回去以后 一定痛改前非 必定行善积德 广作善业 嗯 你的这件功德 已经消除了罪业 而且还为你增寿五十年 你回去吧 回去之后 一定要广行放声护声 忏悔前过 我一定会听您的话的 谢谢阎王 老公 你终于醒了 刚刚那儿真的吓死我了 我刚才差点死去 就是因为曾经供养一本佛经 给修行人 为其修行提供了方便的条件 所以不仅罪业被消除了 而且还增寿五十年 我可真是幸运啊 那从今往后 我们一定要多做善事啊 从那以后 因供养佛经的功德 而获得新生的苏人心 真诚地悔过从善 广秀功德 真是不可思议 自从苏雄大病一场之后 他竟然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整天都在做善事啊 苏雄现在是彻底相信了 因果不虚 丝毫不爽啊 不久后的某一天晚上 努力广秀功德的苏人心 梦见了自己解去的父亲 啊 父亲 儿子啊 我因生前作恶多端 常为满足口腹之欲 而杀生无数 死后堕入地狱受无量苦 由于你印尸佛经 放生父生等善行的功德 我现已超生 并且无得责备 此生后代 秦善积德 功德无量 看来这句话 一点都不假 啊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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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红花石叶周边珠发玉 请问左右眼皮跳个不停代表什么 需要担心吗 你要问道教他会给你讲一套 你要问我 我说你不会记得死了 这没怎么说 点个眼药水吧 睡点了 我都是这样 我也会跳 左边跳 我就在外面右边 左边试试 右边跳 我都右边试试 那我就习惯 也不会怎么样 因为转为道用 我刚刚讲了 转境界为道用 你做什么都没关系 左边跳 左边点灯 右边跳 右边点灯 左边跳 拜左边的佛 右边跳 拜右边的佛 佛力加持 因为你认为跳是不好 有些人说 哪一边好 哪一个不好 我都搞不清楚 但是都把它转为 修行了祝愿 就好了 所以需要担心 不需要担心 需要去慈悲 慈悲无障碍 互生功德书盛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树网无量光佛差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波哲波罗蜜 优优独碧 优优独碧 优独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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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词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